Hello 大家好,回到Pokemon的一些情報 今天就來講一個珍珠鑽石重製版的消息 通常一隻新的Pokemon一推出的話 大概預算一個禮拜前 一個禮拜前的話,一些Pokemon的新資訊就會慢慢流出 今天我就分享一些網上流出的資訊 如果並不想有劇透的情況出現的話 記得記得,之後再看看這條影片 讓大家自己再選擇要看這條影片 首先我會講講這個資訊的一些流出 當然不是百分百一定準確的 所有都是他講的,完全沒有圖片去支援 只有文字,首先來講 他就講到這隻遊戲是沒有開場的動畫 通常一些Pokemon的遊戲 他一開始一定會有一個開場的動畫 就算是最舊最舊的紅藍版 即是初代的版本 他都會有一個開場的動畫 但這次是沒有的 沒有開場的一些動畫 只有一個Logo 以及一個黑屏 即是一個黑色的背景 只有中間一個珍珠鑽石的Logo 放在這裡 就是這麼簡單 第二樣就是他有講到一些設施 他有講到這個珍珠鑽石 沒有一個對戰開拓區 只有對戰塔 這個就有點不同 對戰開拓區有分幾個設施 但對戰塔就只有其中一個設施 在這個對戰塔裡面沒有多人的對戰 沒有這個扭曲世界 但有一個地方是專門給奇拉第立 因為大家都知道 扭曲世界 即是這個反轉世界 是專門給奇拉第立的一個地方 一個小小的區域 但他這裡就說不會有這個反轉世界 第二個情報 第二個情報就是 這個遊戲的御三家 沒有鎖到色圍 即是說他可以慢慢拆色圍 第二樣就是一些幻獸精靈 就不會鎖色圍 也就是意味著 你可以透過不斷save flow 去拆色圍出來 這些大家都是聽聽 因為始終都是流傳 不一定是真 也有可能是真的 這裡就分享給大家 下一個情報就是 這個重製珍珠 就不會有新的技人 不會有新的MEGA 沒有新的角色 也都沒有一些新的劇情 所有一些訓練家的資料 全部都是基於 在舊版珍珠鑽石的一些隊伍 就不是白金的隊伍 什麼level也都相同 好 下一幅就是一些 你的角色可以設定到 什麼樣貌的一個圖片 不過這個是2D形式 大家這些都不算太特別 我相信大家玩得這個珍珠鑽石 應該都不會去看這個 人的外貌 下一個也有說到的 Return就不會回來 Return是什麼技人呢 Return就是這個寶欣 大家都知道有些技人 去到第八世代就沒得用 包括Return 覺醒力量這些 他也是沿用第八世代 下一個就有說到一些招式機 TM招式機的一些改動 他也有提到 第十原本是覺醒力量的 但是因為 後世代已經沒有覺醒力量 所以就轉為Walk Up這招的變化技能 其餘都是有些 有些常用的 例如是 算不算常用呢 不知道是否常用 例如是TM62的銀色之風 應該是銀色之風 應該是銀色之風 這些基本上都是把一些技能 可能比較少用的 就轉為比較多人用的 對了 下一個是我特意找出來的 就是這個 呂黃蜂 風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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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本有一招技能 叫做回復指令 回復指令 但是去到新世代 第八世代 因為劍盾 他的技能組 或者技能表 是很大的改動 所以就沒有那個招技能 這個我特意做出來的 呂黃蜂 有一個技能表 可以學到的技能 可以留意 他是沒有了一招的回復指令 其他都有 下一幅 就是一幅 他有說到 這個遊戲有新增過一些道具 這裡也不特別去說 可能是關東石板 一些其他地區的石板之類 還有這個遊戲 他也有493的精靈 除此之外 就沒有一些新的精靈 也不會有阿羅拉地區 或者其他地區的精靈 之後下一幅 就是一幅 一些人做出來的 一些流速的畫面 就是 那個畫面 不知道為什麼 他在水裡有倒影 那倒影 也很合理 因為在水裡有倒影 其實是一個很合理的現象 但是很不合理的地方就是 他的倒影 竟然是這個道路的牌 也就是說 他會顯示你去過什麼地方 例如在這裏 219號道路 他的倒影就是出了219號道路 這個可以說是一個倒影筆 就不是倒影回一些環境 而是倒影的對話框 OK 之後有一幅比較有趣 就是那個人物摸頭髮 這些應該是珍珠鑽石的筆 相信這遊戲應該是非常非常多筆 而且聽說這遊戲 原本只有4GB左右的容量 4GB的容量 其實算是比較小 4GB容量我想 以前那些什麼PS遊戲 可能都過了 如果4GB的話 證明它裡面的內容 真的不算很豐富 不過也有說到 任天堂之後將它更新 放了一些不知道什麼patch 那些什麼寶丁 這些寶丁可以將它升到8GB 看看是不是真的 8GB 大致上這個珍珠鑽石的一些情報 就先到這裡 希望到時候出的遊戲 真的不要那麼差 因為其實就這樣聽 其實這個遊戲都有很多問題 尤其是它沒有了動畫 沒有了這個開頭的動畫 其實真的都很大問題 因為以往所有Pokemon的遊戲 其實都有開頭的 如果它這次沒有開頭 其實真的會證明 是非常極度不用心的一個表現 大家可以自己衡量一下 要不要買 也都 多謝大家看了那麼久 劇透了那麼久 也不知道會不會改變了 你想賣的一個心態或者行動 好了 今次這條影片到這裡 我們下次再見 喜歡的話記得按個讚 還有按訂閱 未來會有更多一些Pokemon的資訊影片 或者是遊戲的影片 下次再見 拜拜 3 2 3 4 4 5 4 4 6 5 6 4